好的 大家好 現在來講解一下怎麼樣去做制圖這件事情 制圖 那一般來講我們要制圖的時候呢 會先做個方位的判斷啊 還有距離 以及測距離以及做相關的紀錄 那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當然會帶製本人出去 那我們一般在紀錄的時候呢 通常會有一個格子 那格子可以設定很多個 大概就是我們怎麼做紀錄呢 就是一般我們會走到一個比較大的轉折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次紀錄 做一次大轉彎就會紀錄 所以一定要有個方位嘛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朝90度的方位走 然後走了多少 那在一般來講我們會用步數來計 因為我們在旅行的時候啊 一定不會帶著一隻尺出去慢慢量嘛 那我們可以用自己的那個走一步的距離 就是用步數去測 那比如說我們共走一百步啊 會共走三十幾步啊 那最後在換算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乘以一步幾公分就可以了 所以要有方位要有距離 再來就是要有過程的紀錄 就是走你標題可以自己設定 就是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地圖上會有幾個常用的標 的那個標記 那我們看到這邊 像是這個喔 比如說中型的獨立房屋 大型的獨立房屋等等的 然後再來加油站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不清楚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中文在上面主機 比如說這是一間大房屋 等等的這樣齁 那再來還有比如說像電信局啦 有沒有看到還記得那個中華電信的符號嗎 對不對 然後再來銀行的符號 欸消防隊 消防隊蠻特別的齁 然後再來那個工廠 做工廠符號 工 公園 那還有那個一般來講我們 如果在學校齁 它就會寫個文 文這個字 那田地長這樣 那我們通常旅行在路上 遇到最多的是像這個 果樹 對不對 所以這個知道一下就好了齁 這個手機打開就有啦齁 好那再來呢 設定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通常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 欸 比如說設定人從這邊走過來 啊 基本上這張圖是你自己記錄 所以你自己記信就好 那我們會分成兩邊 因為我們走路的時候會有兩個方 會有兩邊嘛 比如說通常我 通常我自己是這樣設定齁 走路過來之後假設 人朝這邊走 所以這邊是右側 那右側我看到了 欸先看到樹林樹林 然後到50步 我這邊會自己記錄一下 因為我在畫圖比較好記錄 50步左右我就看到了田地啊 看到什麼 然後在90步的時候看到了學校 就是這樣記錄清楚 那如果我們真的在戶外旅行 還有一個時間 比如說這段路這邊我總共走了 五分鐘左右 因為中間做很多事情等等 那助記比如說 小隊長掉到水溝裡 就是簡單做清楚 就把它記錄清楚 比如說發生什麼事情 比如說這個路上呢 有野狗要注意 就是我們做一個紀錄 那這邊也是 就一項項記錄下來 好 記錄完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方位 那方位部分 大家其實都挺熟悉的 老實簡單講就好 好 那記錄完之後 就是比如說 北邊零度嘛 一般來講為了方便我們 不用換算 我們都把上面當北邊 那東邊 南邊 西邊 那東北45度 這知道一下就好 那等一下在製圖的時候呢 會有個 就是一般 這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畫到圖上就難講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欸 210在哪邊 對你來講是很簡單嘛 就180 跟 235中間嘛 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去找呢 很簡單 180 加多少 會被你210 對吧 加30 對不對 就是你要再加30度 那怎麼再加30呢 請你 老師手上剛好沒有那個兩角器 你就 兩角器 半圓形兩角器 我畫上去 假設我這邊的兩角器 想像 擺上去 擺上去完之後呢 從這邊 再加30度 你就是再去找 再量30度 欸 量出來這邊就是210 這樣會嗎 就兩角器擺上去完之後 然後 兩角器中間一定 中間一定會有一條那個垂直線嘛 然後從這邊再抓30塊 就210 那同理 那如果是120呢 怎麼抓120呢 這邊90嘛 那我們就把 這次就把兩角器擺在這邊 那中間線 跟這裡切起 然後這邊多30度過來 欸 這邊就120 這樣會用嗎 好就是你可以 如果說你自己的那個轉換啊 就是 突然不知道怎麼轉 那你就把圖畫 把這個圖畫在旁邊 好你就知道大概要怎麼去抓 就可以馬上找到你要的角度這樣 好 自己自己要測試過才知道 好 那下一步呢 就是我們要開始畫圖了 可是畫圖之前啊 你必須要知道比例詞 那比例詞我們常 我們簡單提一下 比如說什麼叫1比100呢 簡單說就是 實際上你 在 你真的走100公分 比如說兩步100公分 在地圖上 你會得到的數據是1公分 但基本上這比例詞是非常小 你看 100公分 你才兩步 你的地圖上就要畫1公分 那如果說你走了 走了 非常多步好了 那你那個線就沒有辦法畫在地圖上 因為就太大了嘛 所以我們比例通常不會抓成這樣 那比如說用這樣好了 1比1000 也就是實際上 你走了1000公分 地圖上要畫1公分 那1000公分 一般來講就是10公尺 各位這邊要留意喔 你的單位必須要一樣 所以你看這邊寫 地圖上1公分 這邊就是100公分嘛 對不對 那這邊 一般我們可能會用公尺來算 但你在算步數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公分去算 所以基本上你用公分算比較保險 會比較準 好 就是你自己抓一個比例就對了 好 那再來呢 步數換算 就是比如說一步 這個每個人不一樣 但不是每個人都50 反正你自己去抓你真實的 那個 每一步的距離 那100步的話就是 這會算嗎 就計算機按一下 100乘以50 欸欸欸 就地圖上15公分 然後 欸我這邊已經幫你換算喔 我這邊是用那個1比1千的比例來算 那你算完之後呢 齁 再把你這張草稿拿回來 真的 比如說我們算完之後 欸 我假設用1比1千當例子齁 我這邊講好 我用1比1千當例子 那所以在這個位置就是 地圖上真的就是5公分 OK嗎 我們就直接把它註記在裡面 等一下這畫圖就很快 畫圖我們是參照這個來畫的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寫上去 那這邊也是 我幫你算完的 45步 就是2250公分 也就是在地圖上 你會看到 約2.3公分左右 我們自己適色無錄一下 齁 那接下來呢 我就開始 接下來整個做完之後 我要先做一張草稿 為什麼做草稿呢 因為 你的地圖 你在走路的時候 它可能會轉彎 比如說啦齁 你的圖可能真的畫出來 從這邊開始 然後從這邊走 好 這是第一段 大概的 我們大概 欸欸 你真的 真的它是兩下 假設我們這邊走的是 3公分 3公分 3公分好了 然後呢 再往上走 約10公分好了 哇 10公分 然後再往這邊走 約 走約 呃 2公分好了 好 你要完全照比例了齁 就比如說 朝這邊45度 好 45度 然後朝北 朝0度走 然後這邊 然後最後呢 你發現它還要再朝90度走5公分 糟糕 你的圖就畫不下去 畫不下去 對不對 所以就畫到外面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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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稿的意思就是 你要先大概在地圖上 畫出你的那個 圖的形狀 比如說我們真的參照這張來畫 這張一開始說 朝 90度走5公分 90度 開始齁 一定 定開始點 90度走5公分 接下來呢 他說朝北朝0度 朝0度走 2.3公分 好我們就 0度就是這邊嘛 對不對 朝2.3公分左右 那假設你的圖 就這樣而已 欸 那恭喜你 那這個其實不太需要炒稿 因為它圖這麼大張 它就是不會超出去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 它後來又說 要朝東邊走10公分 欸 這時候你發現 圖就不夠了 你就要自己去找 好 那假設我們畫出來圖長是這樣 好了 欸這邊假設找20公分 這時候你發現這邊不夠用了 所以到時候你在決定 你在設定草稿的時候 好假設我們今天 拿到一張空白 拿到了一張空白 我們拿到一張空白只要的畫圖 那假設我知道我的圖 答案就是長這樣 好 這是結束點 好假設這是結束點 是結束點好了 那我知道我的圖 是這樣走的 感覺好像走 我是掛你我出來 那我到時候在畫圖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我的 把我的 真實的圖 擺成橫的 那因為答案 我知道它大概會長這樣 對不對 這樣喔 拉過來嘛 所以我整個就可以把我 把它往左邊擺一點 好 就是我 我最後就不會說 我很認真的 開始畫圖 那可是我的開始點 是擺在這裡 而且我最後是超出去 我就擺畫了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大概知道 它長什麼樣子 好接下來 知道位置之後 我就拿一張白紙 就可以開始說我的字圖 好把圖擺在 假設這張 這是一張圖 我知道圖整個是 比較 整個是橫的 整個是橫的 那我把 字圖紙變成橫的 那我就從這邊開始 因為我知道最後結尾 大概會在這裡 好 或是高一點 最後結尾 反正就是 這樣就可以知道不會畫錯 好 以上就是我們大概 那個字圖的教學這樣 好 好 所以記得這張圖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整個做完之後 然後再把比例算完 然後角度會量了之後 其實 其實還蠻 蠻快就會做出來 再來就是比例尺 比例尺自己要 你可以通常 我們會用比較簡單的數字 像1比1000 115 你不要用些很奇怪的數字 就是1比348 好 那時候計算機 按到 按到手軟 好 大概是這樣 祝各位討厭成功 通常想到忘了 要補充一下 那整個 我們整個畫完之後呢 最後我們 不是只有這樣結束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那個地圖上的 標示物要進去 像我們剛才有注意到的 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比如說有房子啊 然後再來 走過 走過你自己抓的部數 像我現在就有問題 有沒有 我開始沒有記清楚 那假設我們是在 第10步的時候看到 樹齡好了 你這邊就可以自己記錄一下 那這邊你就自己換算一下 在10步的地方就好像 10步也就是50 自己算一下 就會看到樹齡 然後再來呢 我注意在50步 就是在一半左右 我們100步 在一半左右這邊 會看到一個公園 好 所以我就是把抓在 我這段是5公分嘛 所以抓在2.5.5公園 那再來 最後我注意在90步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學校 而且在右手邊 好各位你看 這樣就設定的很好啊 比如說這左邊 這右邊 人走過去嘛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設定 我從這邊走到這邊 所以這邊 是我走路行進方向這邊 左邊這邊右邊 所以就可以把他的東西 最後90步的位置 都標上去 那下面的部分 因為我這邊做 第二個部分 我做轉彎的嘛 超零度走 那路上我看到 然後左邊很多田地 沒有錯 我都足跡田地了 那右邊的部分呢 看到樹林 好樹林足跡進去 那這邊有記錄 我在第10步的時候 看到一個建築物 好 那我就照我 應該是 照我看到的方向畫 應該長這樣 OK 那我們就走到這邊 好 這樣會足跡嗎 所以整個字母出來 假設真的是長這樣 然後還有第三步 第四步的時候 抱歉 我剛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剛好是直接錯誤給你看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手畫 一張圖如果漂亮 就會把它用手畫 它線畫的不止 這樣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這邊是錯的 到時候不能長畫 你要用齒畫 我們就把它插掉 然後這樣用齒畫 真實的比例下去就對了 OK嗎 然後再來就往北 然後又往什麼方向 你就自己看 第四步這樣 然後角度抓對了 就是 記得用齒畫 然後把它該有的地圖標記 標記上去 整個做完之後 好就結束了 好